公投戶台湾联盟总遭蔡丁贵 在411当天清晨因为不满警方驱离冲上快车道 差一点被游览车撞上 在休养两天之后重返利润门口 他说呢当天他只是想要瘫痪交通 并不是想要以死明治 并且质疑当天下令强制居离的高层 不是江一华就是马总统 住院休养两天总算重返中山南路的 公投盟召集人蔡丁贵坐在轮椅上出场 受到英雄式夹到欢迎 411清晨警方驱离公投盟群众 蔡丁贵冲上车道倒地 现在澄清不是要寻死 我是要去瘫痪交通 当然这个有风险 还好上帝把我救回来 没有被巴士撞到 明明是警方和民众把他脱离路面 最后还不愿就医推打协助民众 蔡丁贵的确不想要寻死 而他肯定呛中正一分局 分局长方阳宁的红崇燕 更指出方阳宁下令驱离 是有高层施压 他说上层有压力 透过黄卓军下令一定要驱离 所以这个罪魁后首 如果不是江一华就是马英九 转述再转述 话都是他在讲 蔡丁贵大谈理想 又把太阳花学运和台独建国 无缝接轨 讲了一小时完全看不出疲态 最后有作者轮椅离开 学运冲突再度塑造另一个神话 记者陈志根 林振坚台北报道